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到是许多偏远地区的年轻人 大家都会离开家乡到外地打拼 不过我们要带你来看到的是在花莲瑞瑞有一群年轻人 他们选择留在家乡服务要照顾弱势海童 可以用吧 可以用吗 心疼的嬷嬷受关怀的国三小女生 社工园照例带来生活物资 也顺便看看他们的环境 17度的低温小美穿着短袖套着背心 站在洗手台用地下水洗衣服 手都快冻僵了也不寒苦 你都是自己洗的 我希望有洗衣机可以给他洗衣服 没钱租房子 勉强借房东的仓库 简陋的生活 让关怀他们的天主教善目基金会服务员 相当不舍 爱跳舞 我到时候那个主持的时候 我再叫你上台这样子 教会的活动好不好 会带孩子去墾丁啊 或是其他地方花莲 带他们去渐渐适便 去海湾的地方这样子 我们就好像妈妈一样 带着他们 是不是 即使一个礼拜后又能见面 但小朋友的手 怎么都不忍放掉 从事社工八年的罗姨妹 原本也在台北工作 一次回到家乡部落 加入社工行列 才知道需要关怀的家庭 每个背后 都有令人尚酸的故事 并不是他们不回来 而是他们可能在外地的工作 并不稳定 所以他会留在 孩子 自己的孩子跟父母 就会留在乡下 变成就会有隔代降 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还有一些罐头 让他们 然后这个小朋友吃之后 也可以泡 可可 对 小朋友最爱好 每天都有好几个地方 需要看访送物资 开着十三年的老旧公务车 连方向灯都没有 却也舍不得换 因为经费都用在关怀 车子堪用 就继续使用 要开什么 没办法发动的那个状况 就是说电瓶没有 怎么会电瓶没有 不是才刚维修吗 怎么办 对 所以我们就会 赶快打电话附近的 我们认识的 请他们帮我们 压死一下 就 两次就好 青蛙的身体会变色 哪一个 对啊 除了家访 基金会还设有 小朋友的客服班 指导他们的服务员 都是花莲瑞穗 当地的原住民 高中毕业到这里服务 基金会还辅导他们念大学 令人感动的是 这些家乡孩子 没有因为条件变好而离开 反而留在故乡照顾自己人 使命感凝聚向心力 我们做这些计划的工作 然后又在 你是部落子里面的话 我觉得这样 就觉得比较自在了 比较轻松 再苦也不能苦孩子 天主教善母基金会 八年前 开始在瑞穗成立家父中心 九名员工负责项目 包括二十个保护性个案 一般经济关怀七十户 单亲十八户 客服二十八位 加上其他零星宣导活动 每年服务案件超过上百个 对于善母的服务人员来说 这是部落的使命 再辛苦也不离开 就算只有领取七百工资 就算还拥有更好的工作条件 他们还是宁愿选择留在部落 继续为部落服务 因为看到部落族人生活获得安定 就是他们现在的当务之急 以上就是民事记者吴震燕 在花莲的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类一常见